接著我們要開始進行第一個簡單機械 是我們學過的 叫做槓桿 這是我們教過的 所以是複習的 槓桿就可以造成一個固定的轉軸 我們稱為支點轉動的硬棒 我們就可以稱之為槓桿 所以途中這位大哥的那根棍子 就叫做一個槓桿 那麼槓桿呢就是有所謂的 施力幣、抗力幣 有所謂的施力、有所謂的抗力 然後還有所謂的力取 力取有所謂的方向 你想一想看看 到底什麼是施力、什麼是抗力 誰是施力幣、誰是抗力幣 你從圖上面可以看得到 你從圖上面看得到 我的施力幣跟抗力幣要垂直 所以它真正的施力幣跟抗力幣呢 是這裡 但是呢你平常算的時候都是算這裡 原因是他們只是有一個三角函數的關係 而且兩邊的關係是一樣的 所以會消掉 我們就不理它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做 用我剛才跨的地方做的 做的可以 並沒有真正去求施力幣跟抗力幣 那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沒有差 沒有差 它的關係會消掉 那有什麼曬啊 什麼事也會消掉 不理它 好 我壓力叫做施力 OK 然後呢 石頭叫做什麼 抗力 抗力 然後支點到力線就叫做施力幣 所以施力跟施力幣 然後呢 重點叫做抗力 然後支點到力線就叫做抗力幣 這是真正的施力幣跟抗力幣 但是我們平常沒有這樣做 是用它的長度直接做 他講過 因為那關係會消掉就不理它 好 然後力舉 壓下去會逆時鐘轉 所以叫做逆時鐘力舉 石頭下去會逆時鐘轉 叫做逆時鐘力舉 OK 好 這是4 那 重點要算力舉 對不對 大哥 力舉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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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老師叫一個來 32號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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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力舉怎麼算 公式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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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我剛才已經提到過了 我剛才已經提到過 他必須要有個條件 有個限制 兩個要如何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No.12號 12 利幣跟利之間有個關係 互相 垂直 請坐 他們兩個要互相 垂直 OK 平衡 恰可舉起 有什麼條件 槓桿原理 你還記得槓桿原理嗎 你還記得槓桿原理嗎 有個我喜歡的教法 有個你們一般人說的說法 都可以隨便你 你跟我講哪一個都好 26 26 沒有 波桑 不會 很好 又在充分的證明老師的教育是失敗的 第一 這個是我喜歡的說法叫做失敗中等於逆死中 這樣子不需要 就在有三個力四個力五個力都可以用 可是你一般怎麼學的 一般就是這個 失利力乘以 失利連抗力力乘以 抗力 你如果背這個 就是只能有兩個力 一個失利一個 抗力 沒有關係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你們的題目 絕大多數也都只有 兩個力而已 所以叫做 失利力乘以 失利連抗力力乘以 抗力 這叫做 槓桿原理 我們前面教過了 在這裡 考你槓桿 也是在考什麼 槓桿原理 失利利乘以 失利連抗力力乘以 抗力 順中力取等於 第十中力取 就把它記得 就是我們的槓桿原理 就OK了 等一下有計算題的時候 也這樣算 但是還有叫不用算的 等一下要先教你一些 不用算的 就是觀念的想法 有觀念就可以解決的 我們待會就要告訴你了 OK嗎 OK